最近一天港帝火灾做很多人想忙的事件 让很多民众都有一个问题 到底火灾发生时要怎么走 又有走去到处才对 更消标是 烟是火灾发生时最危险的东西 民众一定想了解自己点的地方 倒生落山 再来就是小火快逃 浓烟关门 意思就是 若是倒生落山没烟 就要趕快走出去 若是烟枕大 就要马上整一门 想办法让机会跟烟走进来 并且马上报案 渡到火灾时 民众头生想到就是走 但是要怎么走 往都为走 虽然说各地消防团队不断用民众算到 放在渡渡的关联 但是大部分的人 其实都感觉自己买渡到 竟小表示 这是非常危险的项目 民众平时一定要建立整体渡渡 尽量在危险时 报到自己的生命 一般我们假设在居家的时候 发现有烧焦味 我们发现小火的时候 其实我们应该要尽速的往 往低楼层 往一楼出口的部分去逃生 如果你看到浓烟非常的浓厚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要找一个 相对安全的房间 也就是说希望建议有一些窗户的房间 然后呢 我们躲到里面去相对可以避难之后 我们再把我们的门的部分 塞门缝 避免一些浓烟可以进到我们这个 相对安全的空间的房间里面 然后对外窗的部分 一方面也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另外一点 也可以跟外部的人员说 我在这里我需要带救 甚至可以跟消防队员说 我在这里希望你可以来救我 让消防人员可以 第一时间可以赶快想办法 不管是升云梯车也好啦 还是驾地也好 我们消防人员一定会尽快的来拯救你们 火场的最大的杀手其实就是浓烟 然后我们吸入大量的浓烟之后 常常都会导致昏倒 昏倒之后 接下来你就没有 没有逃生的能力了 火势一旦扩大的时候 就是你可能就被 呃面临危险的情况下 所以我们这边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说 小火快逃 浓烟就是要关门 那浓烟关门的一个原则就是说 我们要对这个环境 我们对我们的区域要非常的熟悉 尤其是我们要找一道一个 相对安全的一个房间 然后对外窗 一般民众常常会以前 以前的观念就是想要说 哎呀我躲进去厕所 常常有救世的一些 一些透天错 他们的厕所其实都是没有对外窗的 大家想说一定会有水 当没有对外窗的时候 有水其实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对啊 再加上我们记得要塞那个门缝 不要让那些浓烟有毒的气体 侵蚀到我们本身的一些 身体的危害这样子 我们再争取多一点的时间 但是卡斯德行靠就是 去火的地方是要怎么 竟小表示 卡斯是火災初期 就是很可憐用老板走 因为烟会用民众走 空气是在下车 在火箭刚发生的时候 烟压没增高 这是最好的大城市去 这个时候一定要用老板的方向走 其实就以这次联华食品的工厂火警的案例来探讨 如果今天起火点是在逃生口附近的话 其实我们在逃生的时候 首先应该要先着重在于我们 对这个环境到底熟不熟悉 比如说相关的一些逃生通道 还是说相对安全区域有窗户的地方 或者是往上逃 或不会是相对安全 这个都是我们首先要去考量的 如果真的是找不到相对安全的区域的时候 建议你还是尽量是往下逃生 因为我们知道烟往上穿的速度 我们人类是速度永远都是比它还慢 再加上如果它的环境是一个铁皮夹盖的部分 很容易造成浓烟的蓄积 一旦最高的楼层被虚击下来的时候 其实相对是比较危险的 烟是往上串的 新鲜的空气可能会在比较低处的部分 所以建议逃生的时候就是尽量采低制式 新鲜的空气就会在比较靠近地面的部分 我们消防能源在救灾的时候 也都是在采用低制式的方式在做救灾跟救难 正上述组组长林金洪表示 民众一定要记得 只有先了解自己的环境的环境 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 到一个清风的环境 开拆分清了解到环境的环境 才能让自己的生命保护掉 新鲜华新闻李明洪何必 彩虹波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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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